中东局势扑朔迷离,各种冲突随时爆发,战争并没有远离这片蕴藏巨额财富,却受尽战火折磨的土地。 中东的幸运,是其拥有巨额的石油财富,而中东的不幸,则是他们缺少捍卫自身财富的实力。 只能在大国的博弈中,沦为战火的弃子。 美军虽然宣布撤军叙利亚,但是其只是不想再继续付出代价,并不想失去在这里的影响力。 美军大兵压境前面施压伊朗,遭遇了伊朗强硬反击,面对阻击和压力。 美国正在积极组建阿拉伯版北约,利用中东内部矛盾,让中东自己激烈内斗。 美国与翁得利。 白宫新闻秘书方德斯在一份宣告中说,一个约200人的小行为和小组,将在一段时间内,继续留在叙利亚。 很显然,这就是美军撤出叙利亚的秘密。 那就是美军不会心甘情愿地撤走的,保持在叙利亚的影响力。 继续制衡俄罗斯成为其基本战略考量。 果然在这个秘密信息透露的同时,叙利亚的核心装备,遭遇了叛军偷袭。 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, 被困的叛军及极端武装,开始在美军的支援下组织反击, 并且已经给叙利亚政府军,带来了较大的损失。 根据报道,在美军支援下,叛军及极端武装,同时在哈马、阿勒坡等多个地区发动进攻, 并且偷袭了该国北部最大的发电厂。 根据报道,虽然阿萨德在得知讯息后,迅速派亲帝马赫尔率兵增援, 但还是没能避免发电厂遭遇损坏的悲剧。 虽然阿萨德严厉处罚了失职的守军将领, 但损失却无法挽回了。 美军在叙利亚出手,通过不断的袭击给俄续制造麻烦, 让叙利亚重建计划,始终难以执行。 当然,美军目前重点出击的重点是伊朗, 这从美军集中强大力量,在伊朗周边就可以看出端倪。 面对强势的美军,面对威胁开战的美军, 伊朗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硬。 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少将公开对外宣布, 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,伊朗武装力量将从2月22日开始, 在相关海域举行规模空前的大型实弹射击演习。 根据报道, 汉扎迪少将对外透露, 伊朗将封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, 莫克兰沿海地区, 阿曼湾以及印度洋部分地区在内的高达200万平方公里水月面积。 很显然, 这就是伊朗出手了。 面对美军的威胁, 开始封锁海峡的实战演习了。 同时伊朗外长伊朗扎利夫强硬警告, 不排除与以色列在叙利亚发生全面军事冲突。 毫无疑问, 伊朗向美军及其铁杆跟随着以色列, 展现了强硬的决心与意志, 偷袭大型发电厂。 美支援叛军反击, 强硬封锁海峡。 伊朗开始行动了, 中东局势很复杂。 你怎么看? 欢迎讨论交流。